一念里的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 而且是具足一切法 这一切法是 整个宇宙 全宇宙 就在这一念当中 我们的六根 不灵 没感觉到 也没看见 耳没听见 念意里头 也没有知觉 这个四世真相 我们从比喻里头 能得到 一些概念 我们看 过去的电影 现在是用数码 速度更快了 画面非常逼真 过去是用动画 动画速度慢 是用幻灯片 电影的底片 是幻灯片 照相的朋友们都知道 正片 正片是幻灯片 每一张幻灯片 没有两张相同 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念头 跟第二个念头 不相干 但是它相似 所以我们看到 相似相续相 不是真正相续 相似相续相 那么这一张 放在放映机里面放 只是放一张 其他的都不要 就一张 那在放映机里面说 我们就知道 这个画面呢 是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想想 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眼睛顿大了 看荧幕 看到光一闪 没有了 知道有个光闪一下 光里都什么 不晓得 就是这种情形 如果把这个速度 加到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你能看 根本没看见 这个东西真正在眼前 一点都不假了 真的没看见 眼睛不行 耳朵也不行 真正发出巨大的声音 天崩地裂 也没听见 六根在这个里头 统统失掉作用了 这就是什么 我们迷 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 谁看见了 今天科学家知道了 他是用仪器观察到的 佛告诉我们 八地以上 换一句话说 神报状元图里面的菩萨 七地以前的都看不见 八地看见了 八地 九地 十地 等觉妙求 五个位次 这五个位次 你知道有多少人 他们统统看见 亲眼看见 听耳听耳听见 二 宇宙星球爆炸 亲自听耳听耳听έρ 我完全不能就知 这叫谜啊 菩萨能看见叫主 八地菩萨就能看见了 佛教的我们不是为别的 开发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 神通道理 通通是自己本有 终极的目标 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 回归长济光 大圆满了 长济光是什么 跟一切祝福融成一体 因为他的体是光 光光相融 融成一片 一切祝福所修成的功德 在我身上 我修的功德也在他们身上 融成一片 智慧神通道理 无量无边 无法想象 这叫大圆满 是真究竟 所以 在经上讲 智慧神通道理 这就是华言经上 四思无碍 社学院门里面的 社学院门里面的 各发一扇门 前面 盖药里头 我们修过 在这个里面 我们再学一遍 我们参考资料 第十页 社师各发一扇门 为华言总 社学门之也 此门 乃就时间而已 表示 表示 时间之 云人无碍 智慧神通道理 列为云人其一体 诸法 是群宇宙里头 一切法 慧能大师所说的 能生万法 宇宙之间 一切法 都是一念 发生的 还归一年 懂吗 一念发生 一念就没有了 当初出生 谁出灭尽 就一念 一念有其灭 第二个念头 又有其灭 第三个念头 又有其灭 如是 一个念头 接着这个念头 它不断 相思相续 我们能看见 如果那个 一念生命 八地一相 看到 你看 连七地菩萨 都看不到 这叫 诸法 舍相 真实相 我们没见到 我们见全假相 假相 相思 相续相 一秒钟 我们才能感觉到 有相存在 但是一秒钟里头 已经有 一千六百兆次的生命 好像是 融在一起 重叠在一起 我们已经看错了 我们今天 引进而闻 是这种现象 这个现象 佛不说 谁知道 佛虽然说 知道人 不读 今天要不是 科学家 证实 我们对佛的 说法 有怀疑 佛的地位太高 声望太大 不敢反对 但是 有疑问 佛说的 佛决定是真话 我们不敢不信 但是有疑问 这个疑问 解不开 我们生活在 现代 三十年前 前一辈的人 就没有这个缘分 没有看到 科学报告 像李老师 他们这一代 就没有看到 这个报告 我们今天看到 量子力学家的报告 这个疑问 解决了 真相信了 不再回忆了 你说这个问题 多难啊 这是佛法理想的 神秘 秘密 是神秘 太深了 很难相信 不是秘密 佛法没有秘密 太深了 太威胁了 佛说 这个东西打破了 物质没有了 微中子打破 物质真的没有了 看到 打破之后 是什么呢 是 意念 波动的现象 就是念头 这个发现 是科学革命的发现 这个发现 非常重要 因为在过去 一直以为 心理跟物理 是两桩四季 那念头是心理 现在这一发现的时候 物理跟心理 是一桩四季 不能分 物质从哪 从念头来的 没有念头 就没有物质 所以现在科学 说了 根据这个 这个发现 知道 物质是从心变现的 所以念头能够支配物质 所以念头善 物质都变善 念头不善 物质都变坏了 都变不善 应用在个人 身体健康 那你念头好 你什么毛病 自然就没有了 这个发现了不起啊 地球上这么多灾难 大家念头好了 咱们全没有了 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 极乐世界 居民没有一个人有我念 就这么个道理啊 我们这个世界 如果每一个人 都没有我念 这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这次发现 原来念头住在了一切 但是这个话 三千年前佛长书 一切发从心向神 特别讲的 相有心神 相是物质心神 心神 没人懂啊 老和尚常常讲这个 想不出来 相有心神 我想一只鸡 它不会变成个鸡出来 我想一只小狗 小狗也不会真的出来 怎么是相有心神呢 到科学家这一发现 是真的不是假的 相真的是有心神 这个像极为之为 最小的物质现象 念头变现出来 所以这个发现 科学家就提出了 念力的能量 不可思议 能够把这个念力集中 就产生巨大的能量 这个佛受苦力 智行一出 无死不犯 科学家说 真正把心的能量集中 这个能量 可以控制太空 星球运转的方向 可以改变它的轨迹 有这么大的能量 那地球这样小小灾变 这算什么 轻而易举 这个科学家跟佛法 合起来看就很微妙了 我们有理由能相信 这个四是真的 就我们天天想 极乐世界 天天想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决定先进 为什么 重新想神 凡所有想 皆是修往 不要着想 极乐世界也是心下神 真正不生不灭的 就是自信 自信没有现象 一片光明 照空照有 所有的现象 全是心变现出来的 社群门掉不起 把整个宇宙奥秘 全结穿了 随意揭穿了 没有科学者证明 我们还是有疑惑 还是搞不懂 所以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张弦驻法 皆为缘起一体 一破众生 这时间 又潜流不能 一念居足之一 一念 真的是居足 居足 整个宇宙 我们用这个 幻灯片做比喻 它是居足的 它是圆满的 念念 都居足 但是 但是每一个念 虽然居足 里头有小小的不同 也就是 念头是独立的 前一念 不是后一念 后一念 不是最后 在后面的一念 不是 它念念去除 所以 整个宇宙 就像万化同一样 千变万化 它念头不是一个念头 如果是一个念头 就成佛了 佛没念头 没有念头 完全是平等 是一样的 是一片光明 有念 光就没有了 就现宇宙 只要有念 它就现宇宙 所以宇宙是个生灭法 念头生灭 这个生灭法 我们看不见 我们六根的能力 完全达不到 一顶修到第八地 就完全看到了 看到了 听到了 闻到了 接触到了 那是真教 无所不知 那就是如来真正的智慧 没有一样 不知道 那么众生确实 有这个疑惑 这个念念拘束 很难相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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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